終於翔拿到球 要直接出手 終於翔在桃園巨蛋三分決勝 台北部到偶師 今天來到林航園的吧 那我會覺得說 我自己從零開始 那什麼都不用想 我先把好的自身的事情做好 體態做好了 那再上一個球場 我再去慢慢去從零開始去做 七月四個時候找年賊 自己也給自己一個目標 可以按照年賊的目標去走 可能就我那時候的體態 我會覺得很累 可是我也沒有在跟他喊 什麼說我不要說這個 因為好累 我一直咬著牙 然後他也是看我 一步一步這樣撐過來 因為翔的確回來的時候 狀態有點糟糕 看他那個體型 我是當下有點傻眼的這樣子 可能一開始跑個兩圈 他就已經崩潰那一種 就已經可能嘴唇發白了這樣子 對 但是林航園這小弟 都會鼓勵他 翔哥再撐一下 我們陪你跑 一個接著一個 然後每個都在鼓勵他陪他跑 但他可能一開始 maybe 成績很差 但他現在基本上可以 不輸他們囉 不錯 不錯 17度 17喔 他剛來說 體重的方面也是真的 比較胖一點 然後現在瘦了我都會 直接虧他 現在終於變回翔哥 所以就是 真的很開心 他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來這個隊 其實大家都發現我已經瘦很多 那其實有一個老大哥 最好的例子給他看到 我都可以 他為什麼不可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無形之中的去鼓勵他 給他看到一些目標 我覺得他做到了 說實在 我一直跟他說 很多人在幫助他 他沒有放學他自信 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他找回 而且在球場上那個霸氣跟著執行 是我們蠻開心的 換球運球 同中對抗照照的犯規 我曾經有想過放棄 其實開完刀的時候吧 我覺得我自己的 可能狀態啊什麼 就是亂七八糟 我覺得說 然後那時候心態可能也不太好 因為可能你知道 就是看到網路上面的人 就是會講啊 或幹嘛的 我會說 我自己的可能表現 不該讓人家去這麼說我這樣 那時候就想要放棄吧 對啊 但也還好後來就是撐過來 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都是一個念頭 也不是一個信念吧 對啊 因為一個念頭轉換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去相信 你自己可以做得到 到敵人底上來掩護 再失速出腳 集體命中三分 哇 他投進了之後 隊友比他還開心啊 我那時候想法就是 原來 因為還是有那麼多人的去 去幫我歡呼 那麼多人去支持我這樣 那當下也覺得說 其實還蠻開心的 對啊 也會覺得說 喔 還有人就是沒有放棄我 那我也不能放棄我自己這樣 因為我小孩也是 我比賽的時候 他也在看我比賽這樣子 那我也覺得很開心 就是每每當球隊贏球的時候 那這份學 我想要去 就是很想要去跟他們去分享 對啊 問他說 爸爸在哪裡 就是在哪裡 然後他這樣子這樣 對啊 他怎麼變自律 我們講的叫 循訓漸進 因為一個禮拜 基本上都沒有休息 就是每天都是跟我耗在一起 就從早到晚 耗在一起 包括我們早上騎一天 就起床去跑操場 下午再做重量訓練 基本上就連續這樣持續三個月 當你發現你這樣子的行為改變之後 後面你開始吃更清淡 甚至水族的時候 你不會這麼辛苦 改變他自己的行為 我覺得他就是真的有撐過來 滿不簡單的 因為外界人好像一開始都不看好他 但我常常跟他講一句話 我說全台灣的人都不知道你多辛苦 只有我知道 開心的是我覺得 這個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因為他的自律 現在已經達到我當初給他設定的目標了 我們不講他一開始體重多重 但到今天早上測量 他已經足足瘦了23公斤 他居然真的有撐過來 而且變很自律 所以我覺得 或許有機會在季後賽看到 達星類似的身手出選 我覺得很開心 他一直在朝他自己的目標前進 然後到現在可以在場上來的表現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狀態一天比一天好 你要幾個月瘦了二十幾公斤 其實非常不容易 所以這是要很有毅力的 不管是生活作息 還是飲食方面 這個都要非常控制 大家都一直在幫助他 他自己也給他自己一個目標 在球場上其實這幾個月下來 大家清晰可見 這騙不了人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他做到 也是學弟們的榜樣 我覺得這非常好 就是很開心啊 記得他年後回來的時候 對國王那一場 就開始有點 找到他以前那個樣子了 今天不當交通部長 要當國防部長 開始在場上設費彈 就還滿值得的 對啊 因為你說 從那時候的體態 到現在的體態來講 就差滿多了吧 那其實這樣回頭這樣看 我會覺得說 那時候的自己 就是還好有堅持住 我也很開心他們就是 為了我就是 去支持我 去幫我加油 對啊 去鼓勵我這樣子 那球隊事件到回饋 就是我一直在 可能球場上面 給你們一些經驗 我就回饋給你們了 現在這個球隊就是 很年輕化 那我們不想要就是 帶來是那種 負面的情緒 那我們就是 不管怎麼樣 投不進或失誤的話 我們就是很正面去 鼓勵大家說 繼續說 因為我也知道說 在你可能 投不進啊 失誤的時候 你也不希望人家罵你 而是來自更多的 鼓勵跟支持 我也常常這麼說 失誤了 投不進 沒關係 下一球一定會來 就是 多鼓勵吧 多支持他們 他們會越來越做得更好 我覺得他不像 外界人看他 覺得他很兇 他沒有要覺得他其實 滿悶騷的啦 我覺得他滿悶騷的 他私底下的個性 其實跟他 場上表現出來的個性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在跟這些小好弟的相處事 我覺得他是 還滿有一套的 不論是球場 或是 私底下的一些 作人主持的道理 我覺得他都 給予的還滿不錯的 他其實是一個 看起來很悶騷的人 但他也是真的很悶騷 就是你 偶爾要去 就是 郎姐郎姐這樣啊 然後他就會 會跟你 比較多互動 然後但是他真的是 很照顧很照顧學弟的 一個學校 因為我可能 這一季有幾場 去 拉到先發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你就從 防手開始做起 就是從防手開始 建立信心嘛 然後去 做一些 比較簡單的事情 平常練習的時候 他就會很 很大方的去 教我 例如進攻好了 他有時候 結果切路 切切切切 然後可能他會 他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往 人家的四十五度角 上去 然後再來防守 特別投籃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抓他 可能下一拍啊 再鋪他 就以他的個人經驗來講 他覺得這是 很有效的 但是我想 每天原來 我們可以說 他不動 而且要 沒有 那自己是要去慢慢去找到如何在球場上面可以維持自己的狀態吧 我是覺得還可以再更好 那我覺得可能這一季我就再慢慢調整吧 對啊 然後相信我的信心也回來了 我也知道說該從哪裡調整比較快 我覺得我只要上了場 我就是想要盡全力的幫球隊贏球 不管我是從防守或是從進攻 其實我都到了這個歲數了嘛 那你再把自己的小宇宙再燃燒一次 看自己還有多少油 然後再去拼一次 因為年輕的時候我也是跟自己說說 去努力一下去拼一下 那觀眾事先在這個歲數的話 那我也覺得說 我也可以再像年輕一樣的那個想法 再去為了自己再去拼一次 或是為了家人再去拼一次這樣子 再給你一點點 再給你一點點 小宇宙再燃 小宇宙再燃